气候变迁已经是全球面临的挑战 推动净零碳更是趋势 当时政府已经公告温室气体排放原自主管理办法修正草案 希望透过能源、工业、住商、运输等六大部门提出策略 未来30年将排碳最小化 市长卢秀燕也希望透过修法加强力道 实现2050年净零碳排放城市 周仁一宣告各项关键策略 要努力在2050年前达成净零碳排的目标 4月22号是世界地球日 市长卢秀燕也选在这一天 宣示台中市的2050净零路径 希望在未来的30年要将排碳最小化 持续推动再生能源 去年的1月份我们准备好了 我们发表台中市的气候紧急宣言 那我们向全世界宣示 我们要爱护地球 我们体认到 那这个地球面临一个气候紧急的困境 我们要共同努力 那去年9月呢 我们就提出了我们的自愿检视报告 这是台中市政府由始来第一次 就我们的一个相关的净零 还有我们的永续发展 那自愿检视 那以后呢 我们也会逐年来做这方面的发表 台中市的2050净零碳排路径 以能源、工业、驻商、运输环境、农业六大部门 提出零碳路径及策略 包含修订低碳自制条例 推广绿电及绿色环境 增加城市蓝绿带面积 打造零碳建筑及零碳运输等各项作为 我们在2050年 我们希望达到碳排的一个净零 那我们必须提出方法 那提出部门 提出它的一个途径 来供外界的检视 那也给台中市政府 我们内部各个部门 来设定目标跟骑程 那我们也透过修法等等相关等等 我们也希望民间跟我们一起携手 因为城市是一起的 市长也强调将会持续努力 先达到减碳及减少空污不良日等目标 务实地朝向2050净零碳排迈进 打造台中无碳无忧的新生活模式 靳阳宗环台中采访报道 靳阳宗环台中采访报道